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那个问题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选择戴上手机 当你离开手机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无所适从 手机这个终端和时尚也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时尚的传播形式有很多 新媒体时代也富裕了时尚更多的可能性 单纯在手机端大家来看一看都有哪一些表现 首先我们看到时尚品牌官网 他们所开发出来的手机客户端 很多品牌都纷纷推出以自己品牌理念和商品 为核心的手机应用 通过手机这个新媒体来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 提升企业的形象 减少企业的广告成本 来提高企业的销售业绩 在大多数的品牌手机客户端都会有这样几个模块 品牌理念 潮流信息 优惠促销活动 品牌的单品介绍 本季商品主题介绍 品牌相关新闻报道 门店地址等等内容 H&M它是快时尚的一个代表品牌 那么它也将它的信息延伸到了手机当中 在它的这个提供的信息当中 包括了最新的时尚 独家的促销及优惠信息 体验最新的潮流 时尚资讯以及视频 你可以接收到你当地H&M门店的优惠信息 以及活动的及时的提醒 通过推送这个通知 那么通过Facebook Twitter和邮件 你还可以和你的朋友和家人 分享你最爱的单品 无论身处世界何地 通过它的这个终端 都能够找到最近的门店 也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店里美店单品的价格 这是这家快时尚品牌 那么这次品品牌 夏奈尔 那么夏奈尔的APP 也紧跟夏奈尔总部更新产品的这些信息 那么通过夏奈尔的APP 可以欣赏精品的夏奈尔产品 包括手带啊 小皮件 鞋铝 服饰珠宝 太阳眼镜 香水 都可以通过夏奈尔的APP 找到 那么这是 蒂富尼 它通过手机APP 来实现钻戒的定制服务 你可以呢 在去蒂富尼店前 在手机上进行的试带各种钻戒 甚至在咖啡店下午茶的时候 和朋友一起分享 佩戴钻戒的效果 APP里面呢 有38种钻戒的款式可以选择 可以利用摄像头 随时对着自己的手部拍照片 欣赏自己佩戴 转接的效果 还有三个滤镜可以选择 美美的图片 看得你心动不已 没试过的同学啊 可以去下载之后试试看 那么时尚杂志 也从传统媒体 从纸质的杂志 向数字杂志在延伸 他们为了迎合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都发掘出 开发了这个时尚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那么我们这样呢 就通过我们手机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 非常方便的阅读这些杂志的内容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有货 对比较潮的同学 可能非常有感觉 这个潮杂志 是百万年轻人 潮流的风向标 非常有影响力啊 那么他也做了这个 有货潮流制的APP 通过文字图片 动画 音频 视频等各种形式素材的整合 更快速地提供潮流信息 搭配指导 以及最新引领潮流的生活方式 还能实现互动 时尚 Cosmo 它的APP 当然也要形成自己特色 那么一些时尚网站 也把注意力啊 从PC 转向了手机 这个移动端 PC Lady 它是太平洋时尚网 向手机端的一个延伸 它能够提供啊 最新最快 最全面的时尚潮流讯息 和消费导向 也值得我们关注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大量的时尚的APP 都开发出来了 因为我们原来通过 浏览一些数字化的 这个杂志 数字化的一些 这个网站 可能信息啊 时尚的信息 还是708落的碎片式的 那么通过一些 专门化的时尚APP 它就可以帮助你啊 去梳理 打理这些信息 它成为你的时尚小助理 我们看看 下面有哪一些 比如这个Fashion Week 它关注设计师 摄影师的 一些信息 你可以把这些信息啊 都汇集起来 网购上 叫海淘 通过它 把海外的商品 海外的一些时尚商品 汇集起来 一些博主 他们的一些 这个APP lookbook 那么关于街拍的 一些信息 那么有的时尚APP 它不仅仅是局限在 某一个类目上面 还会是整个生活方式 在这个里面 它把设计 音乐 运动 美食 旅游 一些信息 把它汇聚起来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 stylebook 它可以帮助你啊 在手机上建立一个 丰富的个人衣柜 我们如果说 衣服很多的话啊 我们需要去打理 它能帮你建立一个 这样一个虚拟的 一个衣柜 你可以将自己 所有的衣物信息 输入之后 可以对下一周 甚至下个月穿什么 进行搭配安排 这样啊 下周度假穿什么 明天晚宴穿什么 周末爬山穿什么 之类的问题 都不需要怎样 消耗你的脑细胞了 所以在这个 提倡大数据分析的时代 借助日积月累的style造型 你会渐渐找到 属于自己 穿衣的style 那我们也可能 还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是 在一些社交网站上 看到中意的 时尚潮流单品 怎么办 就有一个时尚APP 叫Hunt 它可以帮助你 快速地 找到中意的商品 便给你提供 有力的购买指导 你上传中意的照片 到Hunt后 会有超过300万个 精明时尚买手 为你找到 这件商品的 具体购买信息 你找不到的商品 别人帮你快速查找 有点就是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意思 这个APP能帮助你 节省大把的时间 所以同学可以去看看 叫Hunt 那么这是 格子 这个时尚APP 那么它呢 包括了 像一些微信 微博 自制视频 音频播客的 全方位的 一些时尚 手机中的时尚 丰富多彩 同学们可以 在课后 进一步地去挖掘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